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马云效仿了投资和收购媒体的行为,阿里巴巴集团2015年12月11日宣布,与南华早报集团达成协议,收购南华早报以及南华早报集团旗下的其他媒体资产。 南华早报加入阿里大家庭,阿里巴巴的媒体帝国版图扩张至25家媒体,精明的商人,华尔街出身的贝索斯显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,从亚马逊的域名Amazon域名就可见一斑,当时很多网站目录按照字母顺序进行的,选择亚马逊Amazon能使网站排序更加靠前。 而马云的精明无需坠言,此处省略一万字,走错的路,当然贝索斯也不是万能的,在产品层面很有过很多失败,比如Amazon Auctions和亚马逊旗下的搜索引擎,A9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。 亚马逊推出新产品Fire手机也出师未竭,贝索斯发布Amazon Fire手机,马云引入雅虎,上出大量股权,以及整合雅虎中国的失败,还有在口碑网的失利,未来玩等社交产品的失利,也都犯过错误,风口浪尖。 1997年到2000年的贝索斯几乎活在掌声中,贝索斯很容易亲近,在公司的化妆舞会上,他打扮成扶人,手持道具托盘,跟扮成女扶的妻子共舞。 福布斯杂志形容他,一位天生的好人,财富杂志说他轻逊的让人没有戒心,但2000年网络泡沫化后,他忽然成为众矢之地。 短短一年内,亚马逊的市值缩水到七分之一,投资人不满亚马逊的主因,是亚马逊上市后的持续巨额亏损,他被指控乱花钱乱投资,比如赔钱推Kindle,赔钱推Prime会员计划, 纽约时报调查文章指责亚马逊,2014年贝索斯被国际工会联盟评选为全球最差老板,被指责漠视员工福利,亚马逊被戏称为美国富史康,2015年纽约时报也发表头条文章亚马逊的《残酷丛林法则》,指责亚马逊内部令人担忧的工作氛围。 高调的马云在1997年到2007年一直是媒体的宠儿,CCTV和福布斯等中外媒体给了他大量的帮助,从CCTV为他拍书生马云的专题片,到中国贸易报的《走进马云长篇报道》,从央视的对话,到央视的经济半小时到年度经济人物。 后来福布斯也把马云送上了封面,而之后他开始处于风口浪尖,从2011年阿里巴巴的涉嫌欺诈,引发阿里巴巴的诚信危机,到后来淘宝商城涨价引发的小卖家围攻,再到后来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,使马云惨遭诚信危机,卖的一手鸡汤。 马云的鸡汤曾经鼓励了一大批创业者,从今天会很残酷,明天会很残酷,后天会很美好,但大部分人会死在明天晚上,到后来的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 贝索斯的善良比聪明更难,选择比天赋更重要也是影响了不少人,特别在写高考作文的时候,这个故事大概是小时候贝索斯的奶奶喜欢抽烟, 而他看到一个广告,每吸一口香烟会减少几分钟的寿命,于是他决定为奶奶做个算术,估测了每天要吸几只香烟,每只香烟要吸几口等等,然后得出了一个数字,接着,他骄傲地跟他祖母说,每吸两分钟的烟,你就少活九年,他本期待算术技巧能赢得掌声。 相反他奶奶哭了起来,然后他爷爷沉默片刻,平静地说,杰夫,有一天你会明白,善良比聪明更难,一盘大旗,凭借着永不放弃的坚持, 马云从B2B,C2C再到B2C,建立起庞大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,到发力阿里云,同时布局互联网金融,物流,马云构建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, 亚马逊则是从卖书起步,一步一步成为全球商品品种最多的网上零售商,和全球最大互联网企业之一,在公司名下,也包括了iLook Internet,Lab126和互联网电影数据库,IMDB等此公司,开展AWS云服务,电子书阅读器Kindle,最近则进军视频业务,Amazon Video Direct,直接和YouTube竞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